女战狼孔玲玲竟然是特工,那些央视不敢让人知道的内幕。 继中国游客在瑞典撒泼耍赖引发外交风波之后,中共党媒央视女记者孔玲玲9月30日,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大打出手资深媒体人指出,中共喉舌驻国外记者,银翼上是记者,实际上很可能是中共间谍。 前国安特工原光明日报常驻华盛顿记者,丁科2011年披露上海文汇报的所有驻,外记者都是国安部的特工时事评论员文昭,指出中共在报道此事中的谎言,是造成大陆墙内支持孔玲玲声音高的一个原因。 有资料指,孔玲玲曾是中共央视驻印度记者,从2011年,其位央视欧洲中心占助伦敦记者,被常年派驻海外海外资深媒体人宇明,指出这些记者名义上是记者。 实际上很可能是中共间谍执行着中共向海外渗透的特殊任务党媒姓党,这些记者也姓党,他们都是中共宣传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思维一切,都秉承党的意志办事。 这就是此事出现后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和央视,立即为它站台的重要原因所在。 于明强调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都应该把中共央视的海外机构认定为外国代理人,严格限制其活动。 最近美国政府,明确将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列为外国代理人。 这个做法是非常明智的有力的其实不仅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是外国代理人,中共央视,是中共最重要的电视媒体,也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和代言人央视台长。 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央视是中共大外宣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他的记者遍及全球各地,丁科投奔刺后后1992年8月隐居美国佛吉尼亚乡间大纪元丁科文汇报的所有驻,外记者都是国安部特工前国安特工,原光明日报常驻华盛顿记者。 丁科2011年12月28日曾撰文指出,上海文汇报的所有驻外记者,无论是常驻尼泊尔加德马都常驻东京常驻马尼拉,常驻华盛顿或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 他,他们都是国安部的特工,早在1983年安全部与上海文汇报曾宣署文件规定,由安全部出钱并派人出任上海文汇报常驻国外记者。 最初派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特工,是张志平原新华社记者最早派到华盛顿的试炼性干,也是原新华社记者国安部前任纽约调查组负责人,是原人民日报驻联合国记者何洪泽。 他的继任人民日报驻联合国记者习来往,也是国安特工,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习来往现代关系研究院,是国安的研究所丁科还提到,有一个经常发表文章的所谓清华大学美国专家言学通,也是现代关系研究所的。 我与言于1982年3月同时进入中共中央调查部80年代,国安在纽约的负责人,是陈毅村原人民日报驻联合国记者,回国后组建了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接替他的誓原人民日报驻,土耳其安卡拉记者,也是安全部的特工丁科。 劝告那些,与这些中共特工,保持来往的人士尽诸这次,一旦中共完蛋与中共特工保持来往的记录将彻底毁掉你们的尚存的任何声誉。 央视遍地高官,朱军自报司局级干部,2008年11月27日感恩节,这天在录制电影《梅兰芳》,剧组作客的节目中时,来得张子怡一上场,就和主持人朱军,如同老友重逢般随意攀谈起来,还问朱军为啥没来看,梅兰芳适应朱军,说, 那天私局级干部集体组织学习中央精神,不能请假,随后朱军可能意识到了什么,对着观众席笑着说哟,让你们知道,我是私局级的了,私局级是个什么概念呢? 他通常指国家部委的所属司、局省、直辖市所属厅、局司局级干部,在地级是相当于市委书记、市长的级别,国家公务员的级别,分为15级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寻师员为5至7级司级,厅级副职,助理寻师员,为6至8级面对面央视主持王志,曾在云南丽江挂职副市长。 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张正,也曾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助理一职,央视的人当官,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原本就是有级别的官员孔玲玲,也是中共官员不是,媒体人文昭中共歪曲事实,欺骗舆论时事评论员文昭,在10月2日的自媒体节目中指出,中央电视台在对国内宣传这个事情的时候,严重扭曲了事实人们所得到。 中央电视台说,孔玲玲是在履行职责,是在提问,发表观点,但被会议主办方阻挠拿到国内宣传,成了在大使馆的严正交涉和社会舆论压力。 下孔玲玲被无指控释放,好像有很多社会舆论支持孔玲玲一样真实情况,是当时根本不是提问环节,是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与会者总结成词的环节。 不仅孔玲玲没资格在这个时候提问别的记者,也没被允许这时来提问,同时孔玲玲根本不是在提问她尖叫,骂发言者罗杰斯是骗子,反话分子,其他人是汉奸现场有80多人,能作证孔玲玲是怎样的表现? 请问央视能找出现场目击者?为孔玲玲遍解的吗? 还有央视用了一些有误导性的语言,比如说孔玲玲被无指控释放英国BBC的报道说是,被保释而得国之声,说她虽然被释放,但警察会继续调查,本来她的作为也不涉及刑事重罪,没必要长时间积压。 连刘强东在美国被捕后,也是24小时之内,就是放了文昭强调在所有不良的行为里,最令人厌恶的就是谎言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